是你在喊吗 你找谁啊 你就是郭靖啊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你从哪里来的 小啰嗦 把你的匕首拿出来吧 他怎么知道这把匕首 难道 你到底是谁啊 你是不是梅朝风派来的人啊 梅朝风 踏碎 你干吗打我 你到底是谁啊 他人是比你强的呀 下盘才是他们弱点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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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野小子 敢在这儿撒野 晚辈尹志平 奉家师长春子秋道长之命 特来向各位前辈请安 问好 原来是秋楚姬的弟子 你师父教你用拳脚向人问好的吗 晚辈多有得罪 请各位前辈恕罪 师父 秋楚姬是谁啊 他是我的仇家吗 家师修书一封 以述详情 请前辈过目 大哥 让我来看看那秋楚姬 到底有什么话要说 祖江南一别匆匆十六载 拼道性不辱命 阳君子嗣已于 九年前访得 此起飞天佑善人者也 二载之后 当与诸公至酒 会于 醉仙楼头 大梦一十八年 天下豪杰岂不笑我辈 吃绝也 师父 这信里写的是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太懂啊 那小子的武功怎么样啊 杨康阳师兄 虽然比晚辈小一岁 但是入门比晚辈早两年 是晚辈的师兄 武功嘛 自然在晚辈之上咯 回去告诉你们师父 最先楼之会 我们是不会失约的 不必派人来偷袭士工了 晚辈不敢 其实刚才我只是 动就动了 不必多做解释 那前辈不给家师回个信吗 我们江南六峡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不必多此一举了 如此 晚辈告辞了 京儿 送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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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